本章主要分享的是温州人的三个戒 除了戒天、戒地、戒人才以外 他基本上来讲有所谓的戒鸡、生蛋 戒王、捕鱼、戒脑、生智 那做法基本上的重点是在于说 因为人刚开始他能力是不足的 所以他就所谓的虚拟 也就是虚拟销售、虚拟生产、虚拟研花 那这部分就会产生这三个戒 那最重要的地方是在第四个戒 也就是戒群众来弥补风险 也就是说在创一个事业的时候 有可能是垂直一条龙、横向一条龙 甚至有可能是阶段发展的一条龙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温州人的戒 也可以说基本上来讲 它是从销售导向于生产 也就是说举个例子 假设比例来讲 你今天只要发现到人有这个需求 大城市有这样的需求 就到小城市去 小城市大家也都有这个需求 一定到偏乡去 所以他的做法就是 首先先做地点的扩张 那在地点的扩张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带货也不用带很多 其实你带照片 你带行路 你就是用腿来替代别人的时间 以服务的方式去创造自己的第一桶金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尹 我是玩销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